咖啡店 这是一个地方 人们被撞了 这些人不只是被抢毙 他们也有被虐待 有一些被虐待的痕迹 这是一个人的欺负人 有很多冷水 你必须站在那里 你会感觉像是在水上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安安,大家好 我是苏坦,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立陶宛的 占领与自由抗争博物馆 各位应该也知道 这座博物馆的另外一个名称 就是KGB博物馆 它坐落在首都维尔纽斯 这座博物馆在1940到1991年 这段期间是苏共在立陶宛的KGB总部 当然,我知道 大家电影看很多 从名称上可能会感觉 这是一个特务办公的地方嘛 对不对? 那,我只能说 你想得太简单了 这栋大楼 它没有这么单纯 当年呢,这栋建筑物的地下室 是拿来作为居留所跟监狱使用的嘛 那,这个监狱呢 它不是抓小偷的 也不是抓罪犯 它都是专门在监禁酷刑 还有秘密枪杀 从1940年到1987年 那些不服从苏共占领的 立陶宛人跟异议分子嘛 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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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如果我们看这边的这些 骷髅头啊 可以看到 这些人 他不只是被枪毙 他有被虐待 有一些被虐待的痕迹 那,在这里总被屠杀的人数是一千人 曾经发生在这棟建筑物里面的人事物 每个都比各位看过或听过的恐怖故事 恐怖电影还令人毛孤松然的真实事件 那,节目开始之前 我先要感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给我这个合作机会 让我能介绍立陶宛的KGB博物馆 给各位台湾的朋友们 让你们有机会认识到 立陶宛如何处理苏共占领的不当党产 更如何把这段历史跟相关证据 专化为具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因为我发现在台湾这方面的教育 还可以再更好 希望能让大家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启发 那在苏联解体之后 在1992年原本这座KGB总部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一个不当党产的一种心事 那在90年代 立陶宛从苏共体系脱离 恢复独立之后 在1992年 他们就着手处理这栋被非法占领的建物 把KGB总部变成一座博物馆 也就是等一下准备跟大家介绍的 占领与自由抗争的博物馆 博物馆创始人是 立陶宛文化教育部 与立陶宛政治犯以及流亡者的联盟 后于1997年隶属于 中宗灭绝和抵抗研究中心 在这座博物馆的第一批导游 是一群长辈 他们都是在苏共占领时期 被打成政治犯的受难者 他们也在那些牢房里面经历过生训 甚至酷刑 在脱离苏共的统治之后 他们开始用自己的精力带团导览 对立陶宛以及对到访的外国游客 表示当年苏共如何迫害一份子 如今苏共占领时期的黑暗岁月 在这座令人毛骨松软的博物馆中 还有栩栩如生的展示者苏共的罪行 当年苏共对待他们所谓的政治犯 在这里其实有一整套SOB 先是被关押跟折磨 然后他们在这个KGB总部也设置法院 可以进行各种秘密审判 有时候甚至就地处决医分子 或把政治犯发放到牢街里 它是很困难的水 它是像一个人所谓的 有很多冰冷的水 你必须站在那里 你会觉得像是在冰冷的水里 你会在冰冷的水里 你会想到冰冷的水里 如果不想到冰冷的水里 你会一直在冰冷的水里 所以,不断罵 那不是… 那不是被刺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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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再去睡一段时间 那是很坦白的 所以… 我想,這對所有外國人想要了解 立陶宛的 這個博物館是務必要參觀的 任何人看過蘇聯在立陶宛 維爾紐斯的海岸歷史 都不會再想要去追捧共產黨 在博物館的第一個樓層 曾是蘇共國家安全委員會 KGB內部監獄副院長的辦公室 這裡可以看到1940年到1941年 該地區關於蘇共的文件、照片、地圖和物品 同時還介紹1944至1953年反抗遊擊隊 當時的軍事組織、領土結構與日常生活 當時蘇聯正伸出魔爪 想要把立陶宛併吞進他們的體制 蘇共所到之處禁止當地使用立陶宛的國家象徵 而立陶宛人也組成反抗遊擊隊 當時有約5萬人參與 他們試圖恢復立陶宛的獨立 許多天主教、神職人員 也積極提供庇護和援助給抵抗者 反對蘇共和性力量是立陶宛防衛力量LVR 這個組織在1944年 由普威拉斯、普萊恰維丘斯將軍領導 他們非常勇敢 同時與德軍和蘇軍對抗 他們就是分散在森林中的各處持續蘇共 還有德國納粹進行遊擊戰 也就是大家常聽到的森林兄弟 很可惜,當年這些遊擊隊沒有成功抵禦蘇共的統治 當他們對世人傳達了 立陶宛人是被迫害入蘇聯的聲音 並且立陶宛人一直都是在追求恢復獨立 直到2019年歐洲人權法院和立陶宛法院 終於將蘇聯對立陶宛遊擊隊 跟立陶宛人的鎮壓行為判定成種族滅絕 在博物館的第二樓 則是介紹1944年到1956年這段時間 關於遭到勞改營處分的立陶宛居民的生活 還有蘇共是怎麼挑選這些受害者 除了一分子之外 也有蘇共覺得你反對他的 也有蘇共單純的只是想要搶奪你的土地跟財產 所以把這個村落的人都會送到西伯利亞跟飛機圈 這是一種複雜的消滅種族人口的方法 同時在二樓的展覽也有一個區域 是展示當時的KGB有關部門的 在當年如何收集一分子的情報 包括竊聽、建立檔案庫 還有各種當時用來建立黑名單的偵查照片 還有文件等 在這裡還有許多參與者的互動裝置 比如說有個修復後的電話交談天音室 其中幸存的天音設備、家具還有一些內部細節 都得到了修復跟展示 可以很輕易的讓參觀者了解到 一個國家機器在當時使怎麼樣將觸手跟恐懼感 伸入雜根到立陶宛 並且控制著立陶宛 那我認為最震撼的是在地下室的監獄 跟從1944年到1947年 有767人在KGB大樓的地下室被處決 並且埋在圖斯庫來奈莊園 官方文件證實了這一點 然而在KGB雇員自己寫給莫斯科的文件和報告中 有提到有超過一千人被埋在那個莊園 其中約三分之一的人 是因為他們參與了對抗蘇共佔領活動而被處決 並處決的人有各式各樣的 甚至包括生殖人員在內 甚至有文件提到從1950年之後 在KGB地窖中被處決的人 被埋在維爾紐斯周圍 約半徑20到30公里的範圍內 有時候有人或者動物 還會不小心挖出來那些人的遺體 有時候有一些人被困了 有些人被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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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從長領位的盾目 第二位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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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盾目 被困了 在兩年後 我們找到他的身體 而不是在其他圍園 但不在其他圍園 他們也找到那裡,所以可能有些地方人們被淘汰 因為在記憶上,他們的身體是難以找到那裡 而KGB官員當時也是特別關心這個問題 所以後來他們還要求上級指定一個永久性地點 讓他們可以藏這些被害人的遺體 我覺得說到這邊已經可以跟當年台灣的白色恐怖做一些連結 其實台灣遭遇到維權時代的那種鎮壓的方式 跟立陶宛也可以產生非常多的連結 畢竟,當年在台灣建立警總的人就是曾經在蘇聯留學過的 那麼下一期節目,我將會邀請到一位專家來介紹立陶宛的民主轉型 還有不當堂產的處置 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請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的話,在這裡和影片下面 會有Patreon跟音源科技這兩個網站的連結 我是斯坦,我們下次見,再會啦! 我們下次見,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